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坛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是《幻子一云》 电影名字差一听,以为是和中国古代故事 离毛幻太子差不多的故事 无非就是女人们为了自己的权益而斗争 然而看完之后,事情却出乎我的预料 这是一部非常可人启示的影片 在无助的时候,我们选择相信政府 相信自己的信仰 但是,这都没有将这个女人的孩子拯救回来 我想,这也是这部影片最让人失望的地方吧 电影中的女主角是安吉丽娜·朱莉饰演的 在片中扮演的是一位单亲妈妈 在电话局上班,并且独自抚养儿子长大 这天,女主角来接自己的儿子放学 却发现儿子有点不开心 于是问自己的孩子怎么了 孩子告诉她,班级里的孩子说 她的父亲是离家出走的 于是朱莉告诉儿子 我刚怀孕,你的父亲就走了 所以没什么好留恋的 这本就是一个妈妈带着儿子幸福快乐生活的故事 但是,编剧不会就此放手的 这天,女主答应儿子等他下班后去看电影 然而,女主角下班回到家之后 却发现自己的儿子不在家 于是,女主角像发了疯一样的寻找自己的儿子 无奈之下,只好寻求警察的帮助 然而,在那个时代 警察局的办事速度非常的慢 不说以前,就拿现在来说 一个孩子丢了 警察都不一定能找得回来 更何况在那个监控都没有的年代 在过去十几天之后 警察仍然没有找到 但是,女主角并没有放弃 她坚信自己的儿子仍然还活着 由于这件事情经过媒体的报道被闹大了 警察局长身上的压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没办法 她只好知会手下人必须解决这件事情 于是,手下找了一个小孩 逼着女主承认 这是她自己的儿子 而碰巧的是 警察在破获一起连环谋杀案之后发现 女主的儿子极有可能在这群被杀掉的孩子中间 然而,女主角却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已经死亡 后来人们才得知 女主角的儿子是为了救另外一个要逃走的孩子 最后才被杀掉了 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母亲愿意放弃自己的孩子 不管她的孩子是被抓到任何的地方 只要没有得到她确切死亡的消息 所谓母亲都是不想承认的 然而,这部电影却给了这位母亲和观众们一个最悲观的结局 观众们会问 为什么最后逃出来的不是女主的儿子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态去杀害年幼的孩子 这些仿佛都是编剧设计好的 其实,我们早在看这部电影之前就应该了解到 但我们作为观众遗憾的是 没有看到小男孩生存下来 也许编剧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因为现实就是现实 我们不能赋予这个孩子所谓存活下来的身份 尽管安吉丽娜朱莉的演技十分优秀 它让人们看到一位母亲对儿子的思念 和一位妇人的无奈与无助 但这也不能改变不了这可怕的现实 这个世界对孩子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呢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